通過一段時間的應用,我們發現DIY氣象站出現最多的問題,主要是電源和線路的接駁。 我們會在今集補充介紹一下針對電源問題的改進,以及跟大家分享一下線路接駁的經驗。 在上一集,我們用了這一款直流穩壓電源板,將12伏輸入電壓降壓成5伏和3.3伏,為整個系統進行供電。 但可能由於直流穩壓電源板的質量,或者線路接駁的問題,我們發現直流穩壓電源板的故障會比較多,經常發生燒板的情況。 令到工比整個系統的電壓由5伏升至8伏至10伏,繼而燒在系統內其他電路板。 為了減低直流穩壓電源板的故障時,對後端其他電路板的損壞,我們改用了另一塊功率更大,生液更好的直流穩壓電源板。 而穩壓電源亦由12伏改為7.5伏,直至直流穩壓電源板發生故障。 到達後端其他電路板的電壓,亦應該不會超過7.5伏,減低損壞其他電路板的風險。 新的直流穩壓電源板輸入電壓範圍是6伏至9伏。 如果大家使用自己的穩壓電源,請小心注意電壓是否適用。 使用新的直流穩壓電源板硬件連接同樣簡單,同過往硬件接法兼用。 直流電源板通過USB接頭,為Microbit和Weatherbit供電。 我們只要使用合式的USB線電接就可以了。 而WiFi抗戰板需要5伏的電壓,所以用一條兩端為無頭的導光線。 一邊接電源板5伏管腳,另一端接WiFi抗戰板5伏管腳就可以了。 最後接上7.5伏的雲壓電源,就可以為整個系統進行供電。 我們也測試一下吧。按下開關。 如果電源板、Microbit和WiFi板都有正常著燈,便完成系統供電。 另外,在調節階段有以下幾點想和大家分享一下。 第一,線材質量。 我們在用的這類導光線,裡面的線心一般好有,也經常會出現接觸不良的情況。 所以,如果硬件接觸後發現不可以正常工作,我們可以換條線試一試。 第二,保持工作平面的症結。 我們在測試的時候,大家記得一定要保持工作平面的症結。 避免工作平面有任何的導體存在。 如果不是,就很容易造成電路板管腳之間的段路。 第三,使用顏色區分。 我們在薄線的時候,建議用黑色線連接地線。 用紅色線連接電源。 而其他顏色線做訊號線。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混合了。 第四,檢查硬件連接。 我們完成了硬件連接之後,準備通電測試之前, 建議要再仔細檢查確認線路的連接。 確保正確無誤線號比電。 如果軟件測試時發現有問題, 也建議再仔細檢查相關部份的硬件連接。 第五,斷電接駁。 我們在硬件駁線的時候,一定要先關閉電源。 不要先打電駁線。 希望今集的補充內容可以幫助大家。 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。